好 说到最近全台的菜价飙涨 甚至吃菜比吃肉还要贵 让不少人气坏了 把矛头指向说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认为是配销的过程出了问题 也因此接下来新闻广角记的单元 我们特别制作了 吃菜比肉贵的专题 要带您来深入分析 好 很多人觉得奇怪 台风都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但菜价怎么不跌反升呢 光是一斤的玉米就比以前贵了七倍 一只绿竹笋也要大约六美金 几乎是四只鸡腿的价格了 面对吃菜比吃肉贵 让不少菜篮族市越买越火大 菜价好像坐上直升机 像我手上这两根绿竹笋就要150元 几乎是两个便当的价钱 记者拿的还只是普通绿竹笋 高级一点的龙旗绿竹笋 一公斤510元创新高 换算一只就要200元天价 几乎可以买四只鸡腿 其他像是玉米 一斤从20元涨到150 暴增7倍 青椒从40元涨到120 苦瓜涨幅也高达三四倍 叶菜类更是全部翻倍涨 现在一把就要70元 掏钱买菜好心痛 民众干脆饿肚子省钱 有人说他就少吃一点 我大概就学他们吧 大家都在讲说菜很贵啊 又不好烂烂的 台风已经过去快一个月 菜价不但没稳定 还越冲越高 婆婆妈妈甚至还找来立委 开记者会 痛批政府 我500块大概买七样 现在呢我一定要是1000块才有找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吃得太胖 要捡回是不是这个意思 最近包括吃素的人都说 在这个素食餐厅吃不到叶菜类的东西 台批政府失职 连素食餐厅都减少卖菜 回不去的菜价到底是谁在哄台 要政府应该赶快查一查 东森财经新闻 林优之吴又树台北采访报导 好 说菜价这么贵 但是农民是没有赚到钱 究竟哪个环节出问题呢 事实上农民从产地到出货 得要经过好几层的关卡 来看我们接下来的深入报导 实际来到西螺的果菜市场里面 可以看到这边的农民都是自己种自己卖 那这么大一捆的空心菜 三公斤半只要150块 而来到台北冰江果菜市场 这样一斤的空心菜大约是55块 扣除市场变动换算下来 云林产地的空心菜一斤大约是27块 比台北便宜28块 中间的价差怎么来 在产地我们一斤是20块的东西 它如果来到北部是30块的话 这中间为什么差10块 这差10块也合理 为什么 里面有运费 人工的基本的开销 还有一些包装的材料费 还有一些税金 从云林产地送来 大致分两种方式 一是交给农民团体 直送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有2700家承销业者喊价 再做零批货零售 二社和中盘商合作 再直接到铜鲁贩售 这中间就有人力 运费这些成本 当然最后就是反映在菜价 结果都会讨论啊 开出来 有菜就比较便宜 没有菜就会长起来这样啊 所以是他们出多少 对对对对 说真的农民赚不了多少 但这中盘商怎么计算运送成本 人力 那就很有空间了 这个农民是甲方 他种了一甲地 这甲地的蔬菜 他比如说好 有中盘商去给他买 他愿意卖给他便宜 或是卖给他贵 是他们两个的事情 当然台风又是一个因素 菜量少价格一定涨 关键是政府调节机制慢慢拍 你的所有进口又有点缓慢 又有点缓慢 所以造成就是说 供需不能平衡 因为农政单位的严格 没有把这个 这个菜量调节做好 所以农民没有赚到钱 那甚至我们 所有消费者的荷包也失血 没有订定菜价的机制 又没办法让农民免于损失 最后受苦的 只有掏钱买菜的婆婆妈妈 东森财经新闻 刘芷欣张博祥综合报导 好 说怀疑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涉嫌哄台菜价谋取利益 立委段宜康还在脸书点名 说台北市长柯文哲 为何要撤换公补 董事长许常仁 让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菜价 台风过后 许旧蔬菜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民众只能苦哈哈 而农委会也针对负责 抑制菜价平衡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提出质疑 原来问题点就出在目前这间公司的董事组成 包含各级农会等的民股比例就高达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八 但公股比例 农委会加上台北市政府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二 没有过半 以前可以 现在因为我们台北市跟农委会 占有的 关股的喜事不到半数 董事里面本来就是会有各种 从事农产品交易的一个厂商在里面 那至于这些董事是不是 这个有这个 进口商或者是贸易商这些 回避根本没办法稳定物价 民进党立委段怡康也直接在脸书上炮轰 原任农产公司董事长许常仁的关股职位 柯市长不知道基于什么理由坚持撤销 造成农产公司的张家势力重新上位 没了权利的政府派在董事会上的声音 将被埋没如何稳定菜价 蔡虫真的就在台北市农产公司的话 那大可两边都是政府部门 一个是地方政府 一个是中央政府 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沟通管道 痛批地方中央互提皮球 菜价还是降不下来 过了将近一个月 21号行政院才指示小保官去大卖场视察 立委批根本在作秀 如果到现在还继续在推卸责任的话 我相信人民不会再继续信任这个政府 虽然政府现在积极补救 要另立台湾农业品开发公司稳定菜价 但慢半拍的应变行动 恐怕已经让民众先失去信心 东森财经新闻刘吉星黄福祥综合报道 好 不过针对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召开的董事会宣布说 有三位新任的常董人选 但却没有选出董事长 引发了员工的反弹 还传出人事更换只是烟雾弹 实际上是民进党的派系 想用自己人进驻农会系统 农会 选瞎子 当董事 瞎了眼 抗议公司人事斗争 让员工被菜虫黑过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26号召开董事会 补选三席常务董事 确定三方人马一人一席分别是北市府推派的林秋会 农委会刘胜宏 以及代表云林张派的云林县农会总干事简明清 其中新任董事长呼声最高的林秋会 甚至还对总经理韩国瑜心战喊话 如果我真的可以当那个董事长 我个人是希望韩国瑜总经理可以留任 为什么这董作位置大家都想抢 来看台北农产总资产只有10.8亿 营业额8亿6千万元的公司有600名员工 但中车节人人有奖一律领9万 冬五节也有5万 可见公司营运状况不差 难怪传出民进党要用风灾掩护 自己人进驻农会系统大赚政治财 觉得这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处理 然后去切割而罔顾了民众的利益 韩国瑜说在男人的世界里面 段宜康是个小悲伞 那我呢 女性的世界里面 看他是个小闹闹 因为他不敢跟他来谈判 从这个菜虫 果虫 萤火虫 我觉得这些都是昆虫 拥有30多年果菜批发经验的 新北清果工会理事长坦言 硬要说菜价涨是人谋操控 恐怕可难服众 水果跟食材很容易坏 不能放酒 你说人要来控制这个食材 绝对不可能了啦 菜价居高不下 扯出台北农产人士斗争 未来董事长不管是谁 都希望民生能够尽快稳定 东森 财经新闻 央替梁力 台北长报导 好 但实际来到了云林西罗的农产区 才知道农民是真的很苦 不但八成的农作物全毁 连网事也都遭殃 有苦说不出之外 面对民众还嫌菜贵 实在是很伤感情 台风过后菜价飙涨 民怨四起 但农民的心声谁听到了呢 我们实际来到云林西罗的农业区 这里是全台野菜类的大宗 可以看到上方的往事 几乎都被台风给摧毁了 一公顷的农地光是复原 就要花上百万 趁着复根之际将一把把小白菜放进箱子里 来回不停走动 即使满头大汗也不嫌累 因为每放一把就是一把的钱 四五个彩菜工人在大太阳底下 日出而做 日落还在做 从种菜 彩菜到出货 每一个过程都要成本 肥料也贵啦 工资也贵啦 所有的东西都涨价啦 其实农民所得到的利润很薄啦 九月天灾连连把农民心血全打坏了 农地上光秃秃一片 出货量不够只能反映在价格上 却引来民怨 也有农民看不下去 直接在脸书上表达心声 这些人不知道我乘的人难过 真的在靠中楼在捕 也捕没几个菜 大厨有几个菜 没几个人 还会贵贵贵贵贵 我跟工资就不得了 政府不关心怎么协助农民 却只把责任推到人事斗争 政府要长期以来 你要做的事情 包含就是说 你要做国土规划也好 或是说你要做计划新产也好 或是你要对农民的这些设施也好 做产人就像是这样 都看天在吃饭 政府只顾抓菜虫 却不管农民生计 真的让这些看天吃饭的老百姓 满肚子心酸 东森财经讯文 刘芷晶 魏林彦 张博祥 台北云林采访报道 好 不会面对台湾每一年的风灾 频传除了影响菜价之外 也可能影响到住家的安全 有这么一家建设公司 标榜做出全亚洲唯一 防水防风的高楼 用12级风连续吹3分钟 加上3.4公升的水量 连续喷15分钟 都能够顺利过关 如此强大的防台能力 传出连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都想要买两户 每分钟3.4公升水量喷15分钟 确保窗户不会漏水 模拟12级风连续吹3分钟 遇到台风也不怕树木倒塌 砸伤路人 号称是亚洲唯一高楼重数 拟针风雨测试 抗震等级还比照合二场 是先用6种数目来做试验 分两梯次 测试的风速 我们是用每秒35米的风速 来做试验 每层楼4.5度螺旋而上 就是为了让每户的光线 都不被阻挡 300平空间 还有270度环绕花园 就连郭台铭也传出准备入手两户 能抓住郭董的心 因为打开窗户就能远眺西医区 而且保证隐秘 那种4.5吨电梯 可以直接开车到家门口 反映这个绿建筑这个趋势 我们要做带头羊 做一个城里面 做一个很大的树 不知台湾高楼怕台风 外国建筑师为了防风 其实还有这招 用三角形支撑更稳定 上头也大有学问 微微向内凹的墙面 分散风的流向 也能阻挡墙风威胁 各国建造手法很讲究 毕竟要走得长远 不光只要亮丽外观 安全性更是关键 东森财经新闻 025个数台被采访报导 好 每周都深入分析 热门的新闻时事 东森每周台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全面放上东森新闻每周APP 也欢迎观众朋友手机下载 随时随地收看 所有的深入报导 好 另外广告回来 还要来关心的是 这个劳保费说又调涨了 最快明年元旦期 要调高10.5% 劳工每一个月平均 要增加31元的保费支出